今天你看看这里进驻啊 它是那个,是我们这里边警察局啊 因为是维修嘛,所以说标志都拆了 然后今天讲讲是那个,讲那个,罢房主的事情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警察局合并了,拆了嘛 所以说要那个资金不款,维修啊 它好像是要两年这样子 然后呢,有一次送餐 有一次送餐哦,后来那个 这个警察局的标志 警察局的标志都拆掉了,里面没有人了 工作室,看里面怎么样 坐得挺安全的 你看这个警察局的标志,警察的标志还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警察标志 基金有95年了 因为它要重进嘛,然后 这样的话那个,这里还有警察标志 因为它重进嘛,需要两年时间这样子 看看旁边那个 里面具体现在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呢 突然有一天那个,因为我们开餐馆的嘛,送餐嘛 我说,诶,那个地址不是警察局没 后来发现就说,吃饭的人就是住在这里 已经是挖进去了,挖在警察局里的那个 然后,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 已经,我们是农村嘛 以前我住在城里的 住在城里的 很多人是专门去挖那些 挖那个 房子呢 就是,比如说 我在哪里住餐馆的 旁边房子,或者公司的地面 房子就出租了,对吧 它空到一年以上的话,它就会 呃,就会有流浪汉啊 或者各个各样的人 学生也有,学生 也会挖进来的,都是免费的 然后,前提条件是,这个房子呢 就是空了一年以上 有法律规定的 房子空了一年以上 然后,你在一天之内挖进来 然后 能弄到一张桌子 一张船 一张凳子 就代表,你就占领了这个房子 是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再免费 免费入住了 你也可以市政府登记地址 就是信啊,都会寄到这里来 然后,你还可以去水定公司 把水定 煤气这些都 合同都弄好 你网络都可以申请 你就可以在那里合法 免费地享用那个居住权了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些人 经常是这个房子要卖了,或者拆啊 维修的时候,要把那些人 赶出去,那就很难了,因为人家是什么 洗衣机,冰箱,就像一般的人呢 住进去,就是没有付房租的那一种 那一种 他们的话,哪会愿意走 有时候,像这种房子里 我住了很多人啊 不过他们为了保护自己 可能我上次送仓 可能十个人左右 而且他们还开车子 收入还不错的,订外卖次 你想想看,对吧 订外卖次 市中心阿姆斯丹那些大城市里 经常也是一个房子被搬占了之后 经常是那些人住一年以上 被赶出去,或者房子卖掉了 警察要清场 会跟他们大打出场 因为他们人多嘛,又不愿意走 消防队啊,什么什么 反暴警察,全部要清场 这样子的 然后像我们这边呢,以前呢 农村里从来没有遇到这件事情 那个,因为我以为 以前那个法律支队 那个城里有效 因为我们自己也住过那种 就是说,市政府 这批要拆了,或者威返,或者拆清房 但是暂时没有 安排 没有资金,没有到位 就是可能好几年搞不起来的 他们又怕这些流浪汉啊,什么租进来 他们会 平易的房 出租到临时的形式租给我们 就是写在合同里的 就是说,你要随时被安排 赶走啊,或者就是 搬卿,那我们也同意有房租平易嘛 我们也住了一段时间的那种 临时住房一样的 就是所谓拆清房那样的 然后,很多的难民啊,没房子住的 或者,非法 人员啊,非法居留的 在欧洲 没有身份的,或者呢,就是说 流浪汉,他们也会挖进去的 挖进去的话 除非房东要卖啊,那个 所以说,市政府 你要赶他出去,你要上法庭呢 警察也没有权力的,因为 他有这个法律嘛,就是那个 霸占人家房子那种 权力的,所以说你 在欧洲投资的话,你的房子空着 要是没有出租啊,也是很危险的 超过一年以上就有可能被人家霸占了 因为荷兰就说 不能让资源浪费啊 不仅是房子,公私楼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开餐馆的话 你会 旁边要是有租付啊,或者 房子空在那里很久了,你也要 小心了,因为 你明明很重要嘛,要是流浪汉 挖到你房子旁边 住在你那个 家里去,你想想看 你在地面在经营 旁边就是流浪汉 他们就会搞得乱七八糟 然后,他们霸占了 一下子不出去很多东西 也是很麻烦的呀 是这样子的